有花蕁球菊养的不行了寄给我了 让我帮他养一养 咱们继续挑战花蕁们寄什么花 就帮他养什么花 送给我的球菊 送给我的不是让我帮他养的 我围观一向青年 不见诚心理 没错 我以前是个贪官 干啥 这是干啥 宝贝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花蕁送给我的 出于什么目的送给我了 养不养的活的吧就送过来 这个意思是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没戏了 花蕁下回打包学的 就留这么一块就行了 跟戏也还行 用的这个土不行 跟花蕁们不止一次的说 你要是真的想买土 老花衣 这种八经给他说 老花衣的通用辉方土 可以在园艺行业里面 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 也不参夜康什么的 我这话说夜康夜康这个东西 不是不好的便宜 我们都是当方便面用 就是替代的 送给我来咱就等呗 刚好有一个仪器的花盆 这个就是 我们仪器了 里面放了一些树皮 刚好也用它来垫底吧 然后呢 咱们拆一包老花衣的通用辉方土 这个存活的几率不高 但是不至于死 你如果说想让我给它养回去那种 就延回兴的状态啊 反正得给一两年 刷进去 埋上它 我没有盆啊 有盆的话我就不这么弄了 就这种感觉了 底部要排水透气 头掌要疏松一点 之后呢 就浇水 刚好桶里面的水不是特别多 就直接用这个桶吧 我桶里面可以加一些恶眉灵 因为我看它多多少少 有一些个烂根了 然后加入惠丸 生根叶 养花用惠丸 省心又省钱 加生根叶的目的是让它 快速的去糊盆 一片透水之后呢 像这种看 跟花门也分享一下是什么呢 第一老花衣不会埋得特别深 也会把这种表面该露出来的露出来 我用一些杀菌药 我看着有些烂 用点生根剂是增强它的排水透气 你看我包括我整体的一个种盆也是 下面都是很排水透气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通透 也有一定的保持性 就让它更快的去发根 可以晒太阳吗 可以晒 不要强光的猛晒 就是别暴晒 可以晒太阳可以给 是吧 你像春秋天的太阳 你可以全日照和冬天 你像夏天 就中午那个日照稍微闭一门 别的没啥了 就不干不浇水了 肥料也暂时先不用 先等它先复苏一下 先等它缓一过来 等咋新叶子 开始发心筋的时候再试肥料 别的没啥 这是送给我的 还气我的 好了 想要寄养的醋宝 我说想要送礼的醋宝 这些我们会谈 咱们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 嘿嘿 嘿嘿